欢迎观众朋友 介绍来观众视频新闻 日前华山基金会在保证各小基盘 校园爱心大串联 爱心地造孤劳外党 让小朋友行政与老师团作为合同 和学习关怀社会 此处总共习经与医官的好好代表 作为向盈管理才做老 向前爱言销与地方公业力量的领域 日前华山基金会在保证各小基盘 校园爱心大串联 爱心带助孤劳的活动 有加以海参数十斤的学校来参加 当然也让学生和老人作为进入会中 让学生学习关怀露灵 以及用表演来温暖大家的内心 今天非常开心 华山基金会举办一个 这样子爱心大串联的活动 然后在我们普子国小的礼堂举行 然后因为是结合非常多的学校 那因为是在普子国小的礼堂里面 所以也邀请了普子国小的小朋友们 一起前来就是学习跟先认识如何 就是关心关怀这些长辈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一个课题 就是让小朋友提前学习如何关心关爱 以及关怀这些长辈们 那华山基金会长期以来在我们地区 在我们在地这个方面真的也是把这些长辈 被照顾的无微不知 因为他是在散布在各个角落里面 在关怀这些长者 所以我们就是真心感谢有华山基金会 以及其他各个社福团体在我们普子的地区 然后跟我们共同在关怀这些长者 让我们这些长者平时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一些温暖 然后也有更多人的关心跟关注 让他们可以活得更快乐 虽然政府的当教措施有在加工 但是民间的非营力组织 也是表示爱重新老人的议题 关怀要在这堂堂里 老火老公的世大人 照顾我们的相亲付乐 是一件都需要让大家参加进来的事情 我们今天透过办理这场活动 我们总共邀请了嘉义县市 大概有将近21间的学校 然后今天出席 然后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学校串联 然后代代相传的一个主题活动 那其实华山基金会在每年的农历年前 我们都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帮我们服务的独居育长辈 然后募集今年度的一个爱心年才 那今天非常的感谢 铺子国小今天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 然后可以让我们办理今天的这样活动 那我们希望透过平时的一个敬老宣导 那也结合了今天这样的一个 一个敬老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也邀请了我们服务的长辈 今天可以亲自出席 然后跟学校的来共同的来为我们这样的活动 来做一个串联 华山基金会并持住在地老化的力量 免费提供关系的方式 有主合作 备动就意 顶顶的服务 这次的公议活动 家里好像没到四生 还欠六生 希望国家的民众可以多多的帮忙 赛新新闻类 叫副主持蔡红博德 再讲吃和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 感谢观看